各位司打, 你們好 我是全男人的公敵 好女人的閨密, 正義哥 當今社會, 男人出軌的頻率越來越高 隨著女人的思維逐漸開放 不再死守婚姻, 離婚率也逐漸飆升 大多數男人出軌時, 總是很小心翼翼 因為他們行為閃縮, 隱蔽 目的就是不想老婆發現 但他們骨子女並不想離婚 所以男人總是無法解釋 女人的大陸感, 怎麼想解釋這麼準確 個個都像裝了雷射眼 其實, 只要你出軌, 一定會留下一株絲馬跡 法醫學上, 當兩個物體相遇時 總會留下彼此痕跡, 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 男人出軌後, 身上又會留下甚麼痕跡呢? 1. 出軌的男人衣服上 總會留下一些香水味或唇膏的印記 工作應酬時不小心碰到 就成為掩飾他們出軌的藉口 2. 經常都說 哎呦, 做事很辛苦, 很累 不要搞我了, 我睡了 晚安, 拜拜, 晚安 不願意過夫妻的生活 他們不再向你求歡 更可以抵受你的主動誘惑 其實就是因為外面吃飽了 對, 吃飽了當然不想動, 想睡 3. 他們開始注重衣着的品味 經常見到男人出差時, 穿新衣服回來 衣着品味跟往常完全不一樣 經常說, 我自己買的 作為一個理由來要掩飾其他女人幫他選選衣服 4. 所謂機不離身成為了她最大的習慣 而且還經常把電話調成靜音的狀態 無論什麼場合, 還是在聊電話 面上還不時浮現一些古怪的笑容 經常說, 我在做事而已, 作為藉口 5. 情緒容易失控 很容易就生氣, 對你非常冷淡 因為不愛你, 所以對你已經失去了耐性 6. 經常為小事而帶動肝火 旺D 說要離婚 其實就是幫你打預防針 他已經有離婚的念頭 7. 突然變得非常自信 這就可能在第三指得到的男人匯力 8. 開銷變大 經常抱怨自己的錢不夠用 又不再上繞他的工資給你 甚至乎連你的聯名戶口也想動 很明顯, 他就是想建立自己的小金庫 9. 不經意地把你的名字叫錯另一個女人的名字 一次就說失誤, 叫多一次你也知道什麼事 10. 開始掩飾自己的私隱 當你搞他的事時, 他會變得非常不滿 甚至與你寸土不爭, 一點都不能少 11. 經常找藉口釋回 當你問他為什麼時, 他就會表現得非常不樂意 12. 很不容易才有一次夫妻的親密關係 但你會發現, 他原有的程序都發生了離奇的變化 而且還會令你體驗那些從未試過的新技巧 你不要開心呀, 姐妹 因為外面有人跟他試 13. 通訊紀錄被刪除得乾乾淨淨 目的就是為了毀滅和第三者通話的紀錄 14. 不喜歡做家務的男人突然變得很喜歡做家務 和你分擔家務 不浪漫的男人突然買花買禮物送給你 哈哈, 別這麼開心 其實這是男人內疚的表現 行為出現了異常, 不是表示他變好 其實是他心裏有愧 15. 以前要你三催四請, 出動到藤條才肯去洗澡的男人 現在一回到家就立即脫衣脫褲 連底底都脫了就立即去洗澡 拆牙不得止, 還要洗頭 每一吋肌膚都洗得乾乾淨淨 這些就是他毀滅出位的證據 各位施打是否覺得很熟口熟臉呢? 好事一次過說不完 還想知道男人有多少古惑事 留下一次和大家繼續分享 我就是全男人的公敵 各位施打的好姐妹正義哥 喜歡我的節目 記得按LIKE分享和訂閱這個頻道 青山常在綠水長流 下次節目再見 腎臉時已經去到嚴重的階段 要洗腎甚至換腎 所以必須及早預防 或者初期就要好好控制 腎臟 由大約140英里長的腎小管 以及幾百萬個腎小球組成 專門負責調節體內的水分和電解質 將新層代謝產生的廢物排泄出體外 腎臟亦都製造一些重要的賀爾蒙 用來調節紅血球的生長 以及骨落的蓋化 洋蔥素有效軟化血管 治療蛋白尿 修補腎臟功能 同時亦有助血管擴張和排水準 而蘋果果膠有助提升IDO酵素 就有效將攻擊性的淋巴細胞 轉為完全沒有火器的調節性淋巴細胞 月體半肝胺酸就有效預防腎衰竭 而粟米森素是一個抗氧化劑 可以防止自由基的傷害 預防心血管疾病 活化血液循環 同時亦有利料的功效 令毒素和其他有害的物質可以排出體外 我有個朋友都有腎病 他由大學時大概20歲左右就已經發現了 吃了腎健通後 他的蛋白尿的濃度減少了很多 連經過醫生檢查後 醫生都建議他可以減弱 腎健通一瓶80粒 398元 無論預防或治療都很適合 建議所有朋友都應該試一下腎健通 這隻腎健通